整個對焦哥事件的看法 到任何地方 先問一下這裡是不是古蹟就好了 因為他古蹟出現了 要遠離古蹟啊 到任何地方就先問一下這裡是不是古蹟 這樣就好了 其實不難嘛 是吧 是古蹟就離他遠一點 你說要我為了這個事戒焉也不可能 已經抽的不多 已經沒什麼樂趣了 你有看他兩萬次的那一個 那個長文是吧 剛好沒有時間 所以看不完 但是我相信 因為他的文筆很好啊 裡面有很多他自己的深刻的 醒悟 寫了很多他的感受 而且要大家更了解他 等於用這樣的方式把他自己心情的始末 做了一個分享 做了一個分享 看了一些我覺得寫的還不錯啊 有跟他臉過嗎 沒有耶 我想他先靠自己跟家人的力量先 先站起來走出來再說 我估計他為母則強啊 我覺得他應該 應該心情上應該是頗強大的 他本來就是蠻強大的一個 不是看起來這麼柔弱的 這個我們不是當事人 那怎麼可以說 所以說他們是誰是清白 誰是清白 希望能夠透過法律的程序處理 讓這個事情趕快落敏 要不要對於當事人 我對於我們身邊的朋友 應該都大家都不好受 我覺得乃哥應該 他應該不會只是摸 因為他不是那種人 他只是摸摸 他只是貪圖那些 你懂我意思嗎 這有點 人家是做大師的人 摸一摸幹嘛啊 摸什麼 摸能當飯吃嗎 你會擔心你被講整日的謊話 當然 不怕 怕什麼 拜託 我怎麼會因為他改變我的風格 這就是我啊 所有的都是我的 只要是我的朋友 我都會擁抱他 這是我的符號了幾乎是 擊掌啊擁抱啊 這已經是我的符號了 我就喜歡這樣子 感覺人的溫度 感覺我跟 感覺誰是我的朋友 是我朋友 我就會跟他擁抱 不是我的朋友 大概就是我手 不只喔 他連男的都會 如果男的像我 還會親一下臉 女生不會啦 那我剛才也看到你摸他大腿 沒有 剛剛說 感情非常好 那個不叫摸 那叫休息 就是手放手 手放在休息 對啊 你說你怎麼摸桌子啊 他就放著嗎 對啊 放就好 不要摩擦 放就好 好好好 我盡量 我這不叫摩擦 我叫呼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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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